为了防止艾滋病蔓延 市府卫生局近年来不断结合警察局 教育局、独房局和社会局等单位 近年更将防治触角扩及到高中职和大专 举办海报比赛 让学生发挥创意 把防治艾滋资讯融入海报作品中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正确的艾滋防治资讯 一同来关心艾滋防治议题 107年世界艾滋病日 30号在卫生局举办宣传活动 由三名家商带来热力十足的舞蹈表演开场 今年卫生局与教育局高雄龙总合作 将防治触角扩及高中职和大专 办理艾滋防治海报比赛 让学生发挥创意 把防治资讯融入在海报作品中 那活动的主题主要是包括说 对于学生高中或是大学的一个海报的比赛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我们那个 相关这一两年来对于整个艾滋病防治的一个进展 现场展示许多得奖作品 呈现的方式十分多元 有创意有趣的 也有幽默生动的 而拿下第一名的海报作品 完整介绍了防疫资讯 第二名的作品 则是以温暖有趣的手绘风格 选导艾滋防治的观念 希望可以透过这张海报 向更多的人传递正确的讯息 那也可以唤起年轻族群对于艾滋防治的 关注跟重视 我的作品会以手绘来呈现的是 因为我觉得透过手绘呢 更能够传达出一种温暖 然后更能表达出 我们应该要对于艾滋病要有更多的关怀 以及了解 艾滋病是一个病 但是其次是更严重的病 然后我们希望是说透过大家的力量 然后对于这样子一个从防治工作开始做起 为了持续巩固防疫艾滋病 卫生局结合警察局 教育局 毒房局 社会局等专业力量 以合作攻略防疫到位 共同遏止艾滋病毒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 正确的艾滋防治资讯 一同来关心艾滋防治议题 港督新闻 领亭阳 小雅馨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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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